elegant afterwards alright guys 看到我所有的鞋ực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来自 oluyor mascara 就是我们最新的 2020秋冬的兩款新顏色的XT6 如果你看到視頻的時間已經過了9月9號 也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還會在官方天貓的旗艦店 進行盲盒抽選的活動 老規矩先看鞋盒 其實鞋盒還是蠻簡單的 跟之前都是一樣的 那配色的名字呢 有它自己的命名方式 這款配色叫熔岩 它的命名方式就是黑色 然後還有紅色的位置 它是紅色大麗花的一個名字 我覺得他們的命名方式還是比較奇特的 另外一款配色叫雪峰 它一個是叫白色 帶一點點灰色的點綴 然後再加上一個叫珠光藍的藍色 除此之外呢 鞋盒就沒有太多其他的亮點 就是一個常規的鞋盒 鞋子本身呢就是長這個樣子 大家可以投過票看看 你比較喜歡哪個顏色呢 喜歡這個雪峰 可以發1 然後熔岩的話可以發個2 那為什麼會起一個這樣 特別的配色名稱呢 其實就要講到XT6這款鞋 就是我們這個品牌了 那大家應該都有聽聞過 我們其實是做一個戶外滑雪品牌出身的 那它最早在1947年就已經成立了 到今天呢 它已經廣泛涉在各個 極限戶外運動領域都有他們自己的產品 然後包括這雙XT6呢 也是他們為了戶外越野賽 專門去研發製作的 這個配色的命名呢叫做熔岩 那它的來源其實也是一個 世界上最早的越野賽之一 就是一個大流泥望越野賽 那它是在法屬的流泥望島上面 進行一個穿越式的一條路線 在這條越野賽的路線上 中間也會突進一個活活山 所以這也是這張鞋命名的由來啦 那麼雪峰這個配色的命名故事呢 其實很明顯大家能聯想到山峰啦 那雪峰它的來源其實就是 阿爾卑斯山賣的最高峰 波朗峰啦 那麼這個比賽呢 就是環波朗峰的一個環線 越野賽 叫UTMB 應該算是越野跑比賽裡面 是殿堂級的一個賽事啦 那整個線路環繞阿爾卑斯山呢 它是橫掛了法國 瑞士義大利三個國家 然後總共累計攀爬的高度 大概有到9000米 所以是一個非常險峻 但是風景又異常壯麗的一個路線 所以衍生出這一個配色 就是雪峰配色 我個人覺得他們的配色 拿捏的還是比較舒服的 那麼除了說這些配色之外 可能第一次接觸沙羅門的朋友們 還不是很了解 為什麼沙羅門這張鞋這麼厲害 然後我最近也是看 各大明星都在穿 到底是為什麼 其實除了說它好看 易打 確實腳感非常舒服之外呢 XT6這個鞋型也確實是 凝合了可以說沙羅門 所有的當家的科技 都在這張鞋上有展現 講給大家列幾個他們的核心科技吧 首先就是這一個 小紅點 鞋底的小紅點 是他們當家的一個 外底向腳技術 叫做ContraGrip 它能保證你在野外 行走或者越野跑的時候 有良好的抓地力 同時它還保持一個 字節的功能 使它不會容易沾上泥土 或者是小石塊 讓它的性能 一直穩定的發揮 然後大家看到鞋底的 這一個有點像爪型的設計 這是他們的一個 另一個當家科技 叫做Advanced Chassis System 這裡鞋是一個ACS 看到嗎 那這個其實就相當於 是一個外骨骼的感覺 抓了你整個鞋中底的泡棉 用來固定和支撐整個鞋型 讓它不會左右扭轉 算是一個抗扭轉 和一個穩定性的結構 那同時看到有一個 AC Muscle 2 的字樣子 這個就是泡棉 剛剛說到這個 Advanced Chassis System 這個ACS 的模塊 像一個爪一樣 那中間這個就是肌肉 就是骨骼和肌肉的感覺 把它結合在一起 使得你在穩定性 環震上都有一個 非常良好的表現 那同時呢 在內側大家可能比較少 留意到這裡還有一行字 現在是Pronation Control 它是一個防內旋的設計 就只有這一塊這一點點 從後跟的這個位置到前掌中間 然後內側位置就只到邊緣這裡 就是這樣子一條 這條泡棉呢 是區別於其他位置的泡棉 非常非常的硬 其他位置的泡棉 還算是比較柔軟 按的下去 這塊泡棉是特別硬的那種 那也使得它在跑步行走 過程中呢 不會讓你有一個內旋的 不良的動作 會導致你受傷 那這是鞋底的一些科技 大家看鞋身呢 其實它們最出名的 就是QuickList的系統 這個系統除了說它是QuickList之外呢 它還有結合另外兩個當家的一個包裹科技 就是這個SenseFit 和EndoFit 那這裡可以看到這行字 SenseFit 呢 就是大家看到的 它們鞋面上壓的這個紋路了 你可以說是W型 或是M型 或是鋸齒型 這個紋路呢 就是SenseFit 的壓膠 那它通過這一個 把這個抽層攜帶的系統給夾緊 同時呢 把搭包裹住你的腳 然後讓你的腳呢 非常穩固 非常穩定的 在鞋內側 不會打滑或者是晃動 還有一個EndoFit 就是內靴的一個包裹設計 它們的鞋舌 你可以看到呢 它是中間 裡面是連的 一直連到鞋底的 在你穿著的時候呢 鞋舌是不會左右扭轉的 包括這一個Othlite抗軍鞋墊 這一切的所有科技 都是為了 越野跑這一個 運動的功能性而服務 那所以這雙鞋 其實它的定位呢 在它誕生的時候呢 就是一雙非常硬核 給專業的精英跑者 去攻下 惡劣環境的 這一個可以說是神器吧 十多年過去了 撞鞋呢 現在慢慢被普羅大眾所接受 開始變成一款 日常穿搭的一個 算是 休閒鞋款吧 當然它的配置呢 也絲毫沒有減少過 所以其實大家如果真的 對越野跑這個項目感興趣呢 你是完全可以穿著它 去殺歡的 還有一點比較特別的 就是這裡給大家說明一下 可以看到他們的QuickList系統呢 上面是有一個抽繩的設計 同時這裡會有一個小的裝置 那這個裝置呢 就是在你穿上鞋之後 比如說你現在穿好鞋 你把它收緊 你的鞋帶會藏出來一截嘛 那怎麼樣把它收得最完美 最好的呢 其實是很簡單的 只要你把它這樣捏住 然後往下捲就可以了 就這樣 捲著捲著捲到最後呢 你的鞋舌上面會有一個小口袋 這個小口袋就是為了 你在越野跑過程中 不要被鞋帶勾到旁邊的一些素質 或者什麼的 產生一些危險 然後並且它也不會左右甩動 你把它整個塞進去之後呢 你的整個鞋身的表面 其實看起來是特別的整潔和乾淨的 這也是為了一個越野跑的安全性設計 那到今天呢 其實它也成為一個XT6 或者說哪怕是我們這個品牌的一個亮點 就不只XT6這款鞋 Speed Cross這款鞋也有 他們的所有鞋基本上都有這一個小設計 我覺得也是非常貼心 然後包括現在也成為他們一個品牌標誌的一個設計 當然這個卷法 這個鞋帶的卷法 體現於你真的要出去越野跑 我個人來講呢 日常出門的話 其實我把它收緊之後 我只是單純把這一個小裝置 塞進口袋裡我覺得就可以了 因為它現今為止 穿它出門的人 可能都是像我這種比較懶的人 鞋帶隨便抽一抽 然後就可以出門了 也不用綁鞋帶還是挺方便的 這個系列是08年誕生的 我說的是XT系列最初的那一代 一直延伸到XT6呢 它是整個XT系列的第五代產品 那它是2013年發布的 那到現在為止應該有個七八年的時間了 我覺得SALOMON他們整體的設計還算是比較超前 那如果你想詳細的了解SALOMON這個品牌 以及XT6或者說SALOMON整個品牌的一些科技和故事發展呢 其實我早在以前分享自己這兩雙SALOMON的時候 就已經詳細的講了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的話呢 記得點去看一下啦 可以說是人肉說明書版的詳細講解 那麼這麼前衛的鞋款 然後他們的配色又各種花樣擺出 到底我們應該怎麼樣搭得比較好看呢 在這裡給大家簡單的示範一下 也不是說我這種搭配就一定是對 或者是一定是好的 只是說在這裡分享一些搭配的靈感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也希望你們能借著我那些分享呢 搭配出屬於你們自己的風格 所以這裡先說明一點 搭配這個東西好不好看呢 個人的審美是非常主觀的 沒有說對和錯 沒有好與不好 只有喜歡或不喜歡 所以大家其實理性看待就好了 這一雙是男馬的 也就是我自己親自上程來給你們做示範 這一雙濃顏配色是女馬的 當然不是我穿女裝啦OK 我會請一個女生的模特來給她做示範 也是我 比較少嘗試的以我的感覺去幫女生做傳達 那也希望各位輕噴啊 我作為一個直男來講 還是比較少對女生的搭配做一些指導 那所以這是算我一個比較小的嘗試吧 給大家看個新鮮就好了 OK那先說這一款配色的一個稍微秋冬一點點的 初秋一點點的穿達 還請大家見諒 因為廣東我實在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才開始有初秋的溫度 現在目前長衣長褲呢還是只能在室內開著冷氣來拍啊 那整個搭配的感覺大概就這樣子的 首先就是一個內搭了一件藍色藍染的T恤 作為跟這雙雪風配色的藍色相呼應 我是找不到特別一模一樣的顏色 因為它這個顏色其實還蠻獨特的 所以說其實視覺上看起來有就好 那再過來就是一個黑色的長褲 這個長褲呢是那種比較有功能性防水波的一個面料 那包括中間搭配的那一件長款的罩衫 就是側面有拉鍊的這一件呢 跟長褲是來自同一個品牌叫做RL 它是一個國內的牌子 我也是第一次拿到他們家的東西 它是有點像野營的時候穿的那種罩衫的感覺 雖然它旁邊是有拉鍊 我覺得把它拉開穿起來會更舒服 那並且它裡面啊外面都有一些口袋 然後袖子呢也是可拆卸的 整體的一個功能性非常多就比較靈活 我是個人比較喜歡這種可以一物多用的設計 那再過來我避免整身穿搭過於沉悶呢 我就再搭了一件短袖的襯衫在外面 那這襯衫呢也是像說跟這雙雪峰配色的這些淺灰色 稍微有一個呼應 因為我自己本身沒有這種一模一樣的配色的單品 所以說想找一個類大地色系的感覺 那希望能跟它稍微有一點點掛鉤吧 那麼這是一個大概比較能夠日常出門的出球的穿搭 身上口袋也比較多了 所以我就沒有搭任何包款了 不知道這種搭配大家喜不喜歡呢 你們可以每一套搭配都彈幕和評論打個分 看看一到十分你會打幾分 那這是在室內展示的一些簡單的出球穿搭 那接下來還是一個比較符合當下這個體感溫度的一些室外穿搭 走吧 Alright guys 那我們現在進入到這個戶外穿搭的環節 今天天氣超級熱啊 所以我就簡單的找一個陰涼的地方跟大家示範一下 大家知道我個人呢 之前拍了很多Gradio XTT6這雙鞋就穿搭了 如果你沒看過的話呢 往前翻翻看 我覺得我已經講得夠詳細了 那所以今天這一次秋冬的男生這款灰藍色的搭配呢 我就只是簡單上身一下給你們看看這個示範就好了 那首先還是簡單介紹一下我這一身的單品吧 這個葉子呢是來自Levis的 就是上次那期視頻 如果你還沒有看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是他們的一個環保改造的項目 我覺得還挺有意思的 然後其實這個藍色呢 我覺得還可以作為一個呼應 然後就是等到這件馬甲了 其實我平時呢沒有特別愛穿馬甲這種單品啊 但是這件馬甲我覺得它還蠻有意思的 我想特意拿來說說 它是來自羅內的品牌就是RL Rain Dilution 那它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除了可以這樣穿之外呢 它是可以前後吊轉過來穿 這樣子就可以不會阻礙 我可以背著馬甲同時背包 那如果說我不想要背包了 並且我想要把這個馬甲 看起來視覺效果簡單一點呢 不想生前有太多元素 我就可以反過來背 這馬甲是前後都有FITLOCK 它可以完全拆開 把後面裝好之後呢 所以這樣子又是另一個效果 我覺得還挺有意思的 這個就是比較適合我這種懶人 然後又在廣東這麼炎熱的天氣 像今天真的超級熱 熱到眩暈 然後我這樣的天氣出門 是根本就不想背包的了 所以這個東西呢 這個產品對我來講 是非常好的一個 算是幫手吧 幫我解決很多麻煩 一物多用 這樣還蠻有意思的 感興趣的話你們可以看一下 襪子跟鞋是同一個色系的 這樣可以在視覺上呢 有一個整體的效果 褲子會選灰色 沒有選其他顏色 因為我覺得很沒有色相的搭配 會更襯得出 這種鞋上的藍色比較亮麗一點 OK 那所以呢 這就大概是我今天這一身 搭配這種鞋的一個裝扮 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把重點還是放在黑紅的那雙 怎樣搭配 當然這兩雙鞋的顏色呢 是沒有限定性別了 都有男馬和女馬 你喜歡哪個顏色都可以買 只是說 因為太少的女生去主動的 去分享和搭配這款鞋 然後 我覺得還是挺有必要的 因為這款鞋 尤其是這一季的這兩個顏色呢 我個人覺得是 搭配門檻來說非常低了 懂得買這雙鞋的人 應該都知道怎樣去把它穿好看 女生的話 我就想簡單分享一下我們自己的想法 那我們下面進入女生的環節吧 還在跟大家說明白一點 就是我在這裡提供的幾套搭配方案呢 都是我個人感覺比較適合 初接觸這類風格的女生朋友們 單品呢 都是來自於大手邊 舊手殼的一些快時尚的品牌 不是說特別難買的一些品牌或者是單品 我覺得應該還算是比較符合大多數人的一個消費方式和習慣吧 對那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你們可以看到每一套搭配的風格和感覺呢 彈幕打個分 評論一下 我們來到熔岩這款配色的搭配呢 我個人覺得這款配色的乍一看好像有點特別啊 但其實它還算是蠻好搭 因為它總體色調呢 還可以說是灰色啦 紅色只是點綴 雖然說它叫大力花紅 但我個人覺得它比較像 深酒紅或 某個角度看它有點偏粉紫 帶一點玫瑰的感覺 總之它 這個顏色拿捏的還是比較好的 整個實物看上來呢 在畫面也大家盡量管圓一下這個顏色 肉眼看上去的效果 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為了呼應這個顏色呢 我也是千挑萬選 才選中了一款這個 有點小禮服感覺的連身裙 這連身裙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上半身 可以說正裝小禮服的感覺 它是一個小莉領 然後帶門巾的扣子 但是這樣的一個小禮服 下半身它卻拼了一個蛋糕裙設計的感覺 一層層的 然後這樣的設計使得叫裙子呢 它在保持一個有一點理性 有一點斯文感覺的同時呢 帶一點點俏皮和可愛 我個人覺得這個單品呢 是非常適合女生穿 尤其搭配這種 帶一點點活潑跳躍感覺的一雙運動鞋 我覺得是非常合適 它有一種off duty的感覺 有點像下了班 跟朋友去喝一杯 或者是遊聚會啊 或者是Gun shopping玩什麼的 這種場景 我個人覺得非常合適 那當然不會那麼單調 只搭一個裙子 所以外面其實還搭了一個 還是NOSCAR去年的秋冬 三合一大一的那件馬甲 那件馬甲是可以單獨拿下來的 那目的呢也是為了稍微掩蓋一下 這個裙子上半身 過於正式的這種感覺 給它加一點點 跟這雙鞋相得一張那種功能性 機能性的感覺 整體搭起來呢 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呢 我個人覺得 還是跟這雙鞋的氣質滿合適的 然後穿一個黑色的襪子 來延長整個鞋和腿的視覺效果 再加上一個小小的機能款式的背包 那這背包呢 是來自胡服工業的密環 也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小包款式 不知道這樣的搭配 各位女生喜不喜歡呢 或者說 如果你是男生的話 你會不會選擇給女朋友 這樣的搭配風格呢 那再過來一個呢 個人覺得是比較簡約 但是並不簡單的一個搭配 它會更加顯得lady一點點 有點像是去喝咖啡的感覺 在休閒的生活裡面 帶一點點優雅的味道 因為這個長裙的設計 特別之處在於 它是可以變長變短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實前面部分呢 有一條拉鍊 在拉鍊拉開之後呢 它會變成一個前長後短的裙板 那整個裙子的氣場 會顯得十分的大 就快要垂地的感覺 那同時呢 如果你如果先露一點點 這雙熔顏配色的一個紅邊 我個人覺得是非常出彩的 那當然這個紅色的點綴呢 就要靠女生自己的一些配飾了 比如說手飾啊 哪怕是指甲油 或者口紅 我覺得都可以 沒有限定說身上一定要 穿一個一模一樣的顏色 我覺得這有點太過於呆板了 因為女生的服裝 本來就多種多樣 變化無窮 那麼把這條裙子的拉鍊 拉起來之後呢 它會在前半部分 有一個收短的效果 就變成一個前短後長的裙板 那同時呢 這個裙板因為收短了 它會有一些摺皺和堆積的效果 在這個邊緣 我個人覺得這個線條看上去 是非常優美非常好看的 那同時這樣顯得你的整身造型 就不會像長弦那樣的拖沓感 它比較靈活比較自在一點點 也是像我剛剛分享過的 有一種一物多用的感覺 同時呢 不管收短或者是延長的效果 都是非常好看 能保持它一貫的一個風格所在 那也是我選擇這個單品的原因 雖然它看起來很簡約 但是它並不簡單 同時我搭了一個銀鈴鐺的吊墜 我覺得就已經足夠點綴一整身的造型了 身上的包款 沒有選用特別誇張的一個包 就是一個簡單的黑色胯包 這個包的品牌呢 是叫做Saleson 我個人在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覺得還是蠻不錯的 他們是一個有點想法的 算是一個年輕的品牌吧 如果你喜歡這種功能性 技能性的包款的款式 但是又不想太過於顯得軍事化 或者說是太過於硬核呢 你可以看一看他們家的一些包款設計 我覺得還是蠻符合時尚潮流人士的品味的 那由於天氣真的比較熱啊 我也是想早上收工 所以呢 今天的搭配示範環節呢 大概就先到此為止了 其實搭配這幾套look的目的呢 就是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撞鞋 其實不管男生女生也好 我覺得尤其是 這次秋冬出的兩個配色呢 都還算是比較百搭 搭配的門檻也算低了 然後呢 再一個就是我選擇的風格 包括配飾也好 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比較簡單和基礎的 那因為其實女生的服裝種類 本來就多種多樣 我也沒有必要特意去指導 每一套不同的搭配 或者風格 因為每個人的風格也不一樣 那我在這裡展示了簡單幾個基礎的風格呢 目的就是想說給大家啟發一個靈感 在此基礎上呢 投射到你自己的樣子 在這位模特身上 然後以此為基礎去搭配你個人的風格在這上面 那是我所想的一些想法 那其實只要色調統一有呼應 我覺得風格任由你選就好 就是這麼簡單的搭配啦 OK 那這就是我個人對於這兩個配色的理解 以及一些簡單的搭配分享給大家啦 希望對你們自己的選購和搭配有一定的靈感幫助 那說了這麼多 這個鞋到底該怎麼入手 其實很簡單 他們在9月9號的零點呢 會在他們天毛的官方店部進行一個發售 到時大家直接去購買就好了 如果你看到視頻的時間呢 已經過了9月9號 也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還會在官方天貓的一個旗艦店 進行盲盒抽錢的活動 那我簡單給大家介紹一下 怎麼樣獲得盲盒 以及盲盒的有一些什麼東西 那首先你要獲得盲盒的最入門的門檻 當然就是你要先購買一雙 不管是雪風配色或者熔岩配色都沒有關係 只要你購買任意一個配色 就有機會獲得盲盒的抽錢啦 那麼盲盒一共是有50個的數量 其中大概有7還是8樣東西吧 那詳細怎麼樣去抽錢呢 你可以留意他們官方的一個推送的消息啦 我也就不贅述了 我個人覺得他們的盲盒還是滿有誠意 滿精彩的啦 那首先呢就是有三款鞋 一個就是2018年的初代復刻 我剛剛不是講說 這雙鞋是2013年誕生的嗎 那過後他其實本來要銷毀這個模具的 那結果銀差洋錯剪回來重新復刻一下 沒想到還那麼受歡迎 那所以呢他們會有一個試水的配色 2018年的復刻的 數量比較少 然後再過來會有一雙全黑的 然後底是白色的 面是全黑的 然後這些鴨膠的位置呢 會變成那種探纖維紋路的鴨膠 它是跟黃文龍人合作的一個聯名款 我覺得它是滿好看的 這雙鞋搭配門檻也很低啦 而且它是穿出去應該算比較難撞鞋的款式吧 也是滿好看的 還有另外一個款式呢 就是那個配色我也沒有見過實物 我也只是在圖片上見到過 那這是整個盲盒裡面呢 三款不同的鞋款 那再過來就不是鞋了 是一些其他的周邊 有一個限量版的鞋盒 我個人覺得還是滿帥滿喜歡的 就是一個普通款的鞋盒的基礎上呢 全部是一個水泥的質感 那底下一個山脈的形狀 就變成了水泥上鑿克的這種感覺 然後左上角右上角有一個 SALOMON中間S的這個LOGO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那個鞋盒的 但是它應該是非常限量的 因為每個鞋盒有自己的一個金屬名牌在上面 雖然應該是非常少 很有意思的是 還有一個東西呢 是他們的工訓運動員 是我們他們自己的先月運動員 有穿XT6這個鞋款 獲得過冠軍的一位運動員 他自己有一個私人的酒莊 盲盒裡面會有他這個酒莊生產出來的 一個紅酒套裝 再過來呢 有酒當然一定會有酒杯 很幸運的是我有拿到這個酒杯 食物呢就長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個更適合拿來喝茶或喝咖啡吧 比較小 但是還是滿精緻的 它底下有一個薩脈的形狀 然後它是塗了金色塗層 使得整個杯子看上去就非常精緻 有點金光燦燦的感覺 並且它質感也是滿好的 質量還不錯 滿好看的 就算你不好威士忌這一口 哪怕拿來喝茶喝咖啡 喝梅子酒 我覺得也可以都很好看 然後這杯子底下呢 還有一個SALOMON自己的LOGO 是激光刻上去的 我覺得還是滿好看的 再過來呢就有這樣的一位 可以說是單版女滑手吧 今天認他們的設計師 他有一個滑雪版的一個作品 就是亞當夏娃和禁國的一些宗教的元素 整個雪版看上去是非常帥的 那個配色還有那個圖案的感覺 也是一個限量款的產品 應該是數量不多了 但我看他們官方也是有賣的 如果你沒有抽到你很喜歡那些 你可以自己去買一個 那最後盲盒裡面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一個滑雪鏡加上雪帽的套裝 大家也知道 它們的雪劇是非常出名的 所以如果你對這方面感興趣呢 記得去留意一下這個盲盒的抽籤活動 再重申一下這個盲盒呢 是你看到視頻的時候 你就應該可以去參加他們天貓的一個盲盒抽籤的活動 只要你夠這兩個配色的任意一雙 都可以有機會參加盲盒的抽籤 大家請留意一下這個時間節點 OK 那麼總的來說呢 這就是一些關於鑽鞋的配色 然後它的發售信息 以及一些穿搭的簡單小示範 希望能夠對你的選購 以及搭配有一定的幫助吧 那這大概就是今天的內容啦 如果你覺得還不錯對你的幫助的話呢 希望你給我一鍵三連 如果你還沒有關注我 就點下訂閱啦 我是Rock 我們在這邊再見